好作者独家内容 心惊爆痛批张云雷 相声演员怎能成偶像 和郭德纲有什么矛盾 大家现在在娱乐圈对于各种各样的发展都是层出不穷的 有对于演技的追求 也有对于歌曲的爱好 同样对于相声也算是一个比较人际高的行业 毕竟因为郭德纲也是登上了综艺的舞台 让大家看到了传统行业的发展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行业的争议还是挺大的 郭德纲从创办德云社一来一路经历的苦难是相当多的 从刚开始被人冷眼相看 再到慢慢的一路走来也算是没有辜负自己的付出 最终使得德云社有了很好的发展 还带出了很多的有名气的徒弟 就像非常搞笑幽默的岳云鹏 颜值担当张云雷等等 话说张云雷的探青水盒还是非常好听的 但是就在近期却得到了《新京报》的痛批 近期《新京报》发文章痛批了张云雷 相声演员怎能成偶像 这件事情在发生后在网络上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这个时候就有网友们向问了 为什么要痛批张云雷呢 张云雷一直以来在德云社的发展也是很稳健 而且也是颜值担当 喜欢他的观众应该是不在少数 很多人也是奔着他的相声去看的演出 但是这次却得到了《新京报》的痛批 也是没有想到 想必关注相声的网友对于郭德纲和有些人是有些不合和矛盾的 当然《新京报》作为一个大报社 和郭德纲有什么矛盾 可以说现在郭德纲真的有些太火了 难免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就像是我们经常谈起的传统相声的老艺术家许布江坤等等 当然也想不到的是《新京报》竟然也是痛批了张云雷 话说这些没有把矛头转向郭德纲 而是他的徒弟 更加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次遭到《新京报》的痛批 竟是因为粉丝的一个举动 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不管什么场合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郭德纲说相声就不能挥舞着荧光棒这样的说法 毕竟也是粉丝们主动 这张云雷也是控制不了的 不过再去爱说的明确一点 观众还是有权利选择去看演出的 而且都是出于自愿 也并没有被压迫 话说难道观众拿着荧光棒是错误的 不得不说这样的事情都能说出来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当然网友们也是针对《新京报》的这样的做法 表示了抗议 在很多人看来的这样的说法都是不可理喻的 毕竟娱乐圈这几天吸毒 出轨 家暴的人那么多 怎么也没看见这么痛批 不得不说 《新京报》这些的举动 还是让网友们有些反感的 张云雷一直以来的努力 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在相声界一直是一个正能量的演员 被郭德纲也很看好 人气很高 怪不得也有网友说到 灯热度无底线 真的是不得不服气 其实小编想说 娱乐圈众多明星一些负能量很多 相信批评几句还是有很多网友支持的 这次的做法怎么说也有点说不过去 对此大家对于此事有什么看法 大家支持谁呢